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课程数学写作艺术艺术 要分享的是数学形态的赏息 欣赏数学形态之美 对称 要跟各位介绍常见的几何图形对称样式 从理解其中的数学原理 进而欣赏利用对称完成的艺术创作 甚至自己也可以利用数学来进行创作 在这一支影片的内容当中 会先介绍四种对称的种类 旋转、近摄、平移与华移近摄 接着说明并举例如何利用对称来进行重复的 pattern图案创作 包括线性与平面的创作 最后将重点放在平面密铺上 并以东京奥运logo为例 说明利用平面密铺与对称的数学原理 可以怎么样来进行艺术创作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几张照片与画作 首先是在古老的拉布拉福音书中出现的画作 耶稣升天图 接着是著名的建筑太基马哈林 第三张画作是艺术大师艾雪的画作 对称作图 最后是去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的logo 观察这四张照片与画作 各位有没有发现什么共通点呢? 这些艺术与创作都有数学蕴含在里面哦 没错 就是对称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对称的图案看起来很美呢? 法国数学家庞加莱就说 我在这些对称的元素上看到美与优雅的性质 它们和谐的安排成心灵异于完整捕捉细节的方式 德国数学家威尔曾经深入研究对称的意义 他说 对称 无论你对其含义的定义是窄或宽 是人类历代以来试图理解和创造秩序 美丽和完美的一种观念 换句话说 人们自古以来就能从对称的事物上感受到和谐与美 而这一份和谐与美和数学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利用对称创作的建筑或艺术作品 甚至是数学物件本身都格外令人感动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学习对称的数学观念吧 什么是对称呢? 对称就是一种不变性 也就是一个数学物件的某种特性 像是距离、角度等 经过了变换之后保持不变 像是将图形旋转某个角度 当旋转角度是180度的时候 就是我们学过的点对称 或是将图形对某一条直线做进射 也就是我们学过的线对称 在几何上 将对称定义为 某运算或者是变换作用在一物件上时 此运算或变换不会改变此物件或者是其外观 就称此物件对称与此运算或变换 在平面上 跟对称有关的变换 有旋转、近摄、平移与华移近摄四种 首先是旋转对称 也就是以一个固定点为旋转中心 旋转特殊的角度之后 与圆图形全等 像是国中时学过的点对称 将图形绕某一个点旋转180度之后 旋转后的图形和圆图形重合 例如三次函数的图形 它是一个点对称图形 这个点就称为旋转中心或图形的对称中心 另外旋转对称除了可以用旋转角度区分之外 当图形对它的旋转中心旋转时 还可以计算在周角360度的范围内 最少可以转几次都不会改变图形的外观性质 例如正三角形 它是旋转对称图形 旋转角度为120度 在一个周角的范围内 转三次都不改变 或是正方形也是旋转对称图形 旋转角度为90度 在一个周角的范围内转四次都不改变 这个次数就是我们称为旋转对称的阶数 像是第一个图是个正五角心形 它的旋转阶数就是五 正六边形的旋转阶数为六 第三个图形为象征日本天皇家族的十六半菊花加纹 这个图案就是一个旋转对称的图形 旋转阶数为十六 也可以称作它对中心做了十六次对称 每次旋转22.5度 而旋转对称的图形也常常见于大自然或是图案设计 像是雪花的结晶 常见的资源回收标志 甚至是电风扇的扇片设计等等 都是旋转对称的应用哦 由上面的几个例子不难看出 旋转对称可以设计出相当优美的图案变化 只要懂得数学原理就可以 我们就以这个扇形图案为例 可以将这个图形旋转180度 也可以做90度的旋转转四次 当然也可以做120度的旋转转转三次 或者是做60度的旋转转六次 不同的旋转角度与次数会为图形带来不同的效果与美感 只要透过基本的图形与旋转角度 对称次数的变化 就可以做出各式优美的图案设计哦 接着是最常见的对称类型 就是近设 也称为线对称 当一个图形沿着一直线折叠 此直线两旁的图形部分能够完全重合时 这个图案具有线对称的性质 例如我们学过的二次函数图形 图形的左半边会对称图形的右半边 而中间呢 这一条线就称为图形的对称轴 或称为近设轴 近设对称不只存在在数学上 也存在于艺术创作与建筑物上 例如印度北方的太极马哈林 这栋白色大理石的林木 就是一栋完美的线对称建筑 甚至被称为印度穆斯林艺术的瑰宝 在近设对称的图形中 有些只有一条对称轴 例如这一幅耶稣升天图 以及某些对称的英文字母 当然有些会有不止一条的对称轴 例如字母H就有两条对称轴 还有像是这个日制时期的台字徽装 有两条对称轴 正三角形有三条对称轴等等 其实对称轴的数目并没有限制 限对称可以说是最普遍常见的对称 在大自然中就有许多限对称的例子 例如黄凤蝶的外观 可以明显的看到限对称的样式 甚至在一种澳洲的原生种植物 山魔鬼果实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许多流传千古的绘画上 也能看到限对称的应用 例如在文艺复兴大师达文西的画作 维特鲁威人上 也可以看到人体比例的对称 当然也可以在现代生活中 随处可见的文创小物上面看到限对称 像是大家常见的日本达摩玩偶 在中央对称轴两边画上鹤与乌龟的图案 来象征吉祥与长寿 更以对称来增加图案的和谐与美感 接下来的对称也是在重复图案设计中 很常用到的就是平移对称 当图形沿着某个方向移动 一定的距离保持图形的负向不变 也就是前后左右的方向不变 例如下面这个三角形的图案 沿着箭头的方向平移一定的距离 都是全等的三角形图形 另外像是正弦函数之类的周期函数图形 都是平移的对称图形 例如在通讯与电子学中 很重要的复利液集数 它的图形就是一个周期的图案 每隔一段固定的距离或是时间重复出现 平移对称的图案 最常是以重复图案设计的样式出现 例如在条状的纺织品 或是画作的边框 都能够发现平移对称图案的样式 最后一种平面对称称为华仪近摄 简称华仪 就是近摄再加上平移的对称 在重复图案设计中 也是很常出现的一种对称类型 华仪就是将原图案先对称 再平移一段距离 平移得到的图案再对称 平移同样的距离 依照这样的步骤继续下去 就可以得到华仪对称的图案 了解基本的对称形态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对称的形态 来进行重复的Pattern图案设计 在利用对称进行Pattern图案设计时 先有最小的图案单位称为元素 可由元素结合对称产生图案 再由图案衍生更复杂的衍生图案 这三者都可以结合对称形态 进而产生重复图案的 Pattern图案设计样式 例如基本元素图案 加上平移对称就可以做成重复的图案 或是先将基本元素做垂直进射之后 结合成图案 再将此图案平移成重复图案 也可以将元素做旋转 结合成图案之后再做水平进射 最后再平移成重复图案设计 目前示范的都是一维方向 也就是线性方向的重复图案样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二维 也就是平面的重复图案样式 这个时候需要再加一点的数学知识 就是周角360度 当我们以一个或超过一个几何形状 没有空隙也没有重叠的覆盖一个较大的表面 这周紧和形态就称为平面密铺 也就是共用一个顶点的所有夹角的核必须是360度 通常由一种或是数种多边形组成 例如只用正三角形组成平面密铺 或只用正六边形组成的密铺图形 也可以 也可用多种多边形组成 例如两个正方形以及两个角度不同的菱形 在创作艺术时 甚至可以不用局限于直线形的多边形 例如我们常在艺术大师爱雪的画作上看到的密铺图案 进行有规则的密铺的时候 会有周期性的重复模式 而这些重复的模式可以利用基本对称的形态的组合来完成 在平面密铺的重复模式中 可以先考虑构成平面密铺的细胞格 这些细胞格可以密铺平面 常见的有正方形 长方形 菱形 正六边形 或正三角形 用这些细胞格来界定要进行对称的基本图案边界 也可以在这些细胞格中放入图案 再进行各种对称形态的组合来产生平面的重复图案 例如这一个图形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平面密铺重复图案的设计样式 由基本图案向沿两个方向进行平移对称 这种由基本对称形态平铺成有规律的密铺图案 会形成一个平面变捺群 称为壁纸群 如果不考虑基本图案的不同 就只有17种不同的组成形态 例如我们很常在人行道的路砖上看到的样式 利用矩形密铺平面 再利用华移做出重复的图案 先将基本的矩形对称45度线 再平移就成为我们常见的这个样式 而这个文艺复兴时的淘气花纹 只用了旋转对称 在正方形的细胞格中的图案 有两组90度旋转的对称模式 另外这个波斯人的装饰品中 利用旋转与近摄形成重复图案的样式 对壁纸群有兴趣的老师和同学 可以进一步参考维基百科里的壁纸群资料 里面有详细的17种样式组合的介绍哦 最后让我们回归最初 大家熟悉的东京奥运标志 就是平面密铺与对称形态应用的设计样式 这个由日本设计师野老潮雄设计的作品 取样自日本传统的世松模样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棋盘格纹 先仔细观察东京奥运的标志 可以发现设计师将一块衍生图案 应用了旋转对称 每次旋转120度 因此有三块的区域的图案是一样的 在每一个蓝色举形中 界定细胞隔边界 可以发现设计师用了三种不同角度的菱形 来做平面密铺 分别是顶角90度 后续的动作就会容易许多 接着在每个菱形中取各边终点连成举形 完成第一个区域的图案设计 接下来将第一个区域做旋转对称 旋转120度就完成了这个 有重复图案的设计样式 从这个过程可以知道 只要有数学知识加上创意 你也可以完成独一无二具有美感的艺术创作 最后列出一些参考资料 给各位老师和同学做参考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